所以社會責任是在管理大師杜拉克一直不斷的提醒大家 說現在的社會很進步是因為很多的領域都很專業 我們今天假如去醫院 醫院也是因為分了科 科裡面又分很多專長 越來越細 所以醫生就會鑽研鑽研 又有很多發明 又有很多新的治療方法 所以到大的醫院有個好處 就是小醫院看不出來的病 大醫院就有專門研究這種 罕見病的醫生 所以一個進步的社會裡 往往就是分工越來越細 細到什麼程度有一個笑話讓各位去體會一下 日本人有一陣子發現台灣學他學得很快 進步真快 所以有醫生到台灣來一邊遊覽一邊也是來考察考察 他在街上突然發現了 有一家眼科叫左眼科 哇 台灣怎麼比日本還進步 日本啊 眼科單獨分出來已經很厲害了 左眼科哇 後來我們跟他解釋啊 這個人姓左啦 你不要這麼擔心台灣已經把左眼跟右眼分開研究了 同樣的呢 今天我們同學有人可能跟我一樣是念電子 哇 電子已經又分到很細很細的 有一組人去弄微波啦 寬頻啦 就搞通信 另外一組人啊 就搞IC 哇 甚至只是IC的材料 細到啊 最後看起來有點像那個左眼科一樣 這麼細有什麼不好呢 就有時候需要整合的時候 它出現很大的缺陷 我有好多朋友啊 他有多年看不好的病啊 去任何醫院都是在那邊轉圈子 因為這個科跟他講是那個科 那個科再講另外一個科 最後沒科可看的時候 或者說有一個家庭醫生科 家庭醫生科 他才有耐性聽你描述 哇 原來這種病啊 是一種系統性的病 系統性的病 人的身體是不能分得那麼清楚 每一個部位單獨去工作的 特別是像荷爾蒙 這種神秘的物質 它可以去影響你身體的任何機能 所以要是它失調了 就會產生某一個地方的不對勁 但是你以為是那個地方的 你手痛以為是手的問題 腳痛以為是腳的問題 結果都不是 社會有時候生病的很像是這樣 我們的社會充滿了多元的個人跟組織 那它有時候很難好好的運轉 常常會出現一大堆問題 所以杜拉克這位管理大師 他是看到這樣 但是他也沒有提出完整的問題就過世了 完整的理論過世了 他只是非常鼓勵第三部門的發展 才是社會解決的唯一他看到的機會 如果再靠公部門私部門 就不會改善 人類的進步就到這裡了 不會再改善 除非是有第三部門 政府為什麼自己不能改善呢 這講起來也是蠻無奈的 政府曾經是非常有權力 有能力來做所有的事情 但是有那麼多權力的政府 就容易變腐敗 而且要科增很高的稅 就是一個政府如果大小事 都幫你照顧得很好 連交大的社團他也要來管 他一定要收很多的稅 養很多的公務員才會做得到 那就稅收就要很高 那有些極端的就會像希特勒 造成人類的悲劇 權力太多了就太自以為很了不起 所以就照他那個意識形態去推動 不惜發動戰爭 那現在大多數的國家 大概已經不容易再出現希特勒 但是我們現在又出來軟腳蝦了 政府變成這個也不能做 那個也不能做 那我要你政府幹什麼 所以很可能是過猶不及 到底政府應該要在什麼地方是最好 我有時候也會跟大學的校長 像我們吳校長聊天 校長有時候也是蠻無奈的 作為國立大學大家已經很羨慕了 但是管的實在太多了吧 綁手綁腳的 有很多好的想法無法發揮 所以可是你說完全放任 到時候可能管不回來 管不回來 所以世界的政治體制才會出現 雖然是民主 但是有的是中央局權的民主 有些是地方分權的民主 有些是聯邦 有些是邦聯 各式各樣的 設法想要在這裡找到一個均衡點 但是現在從管理學的角度 看到一個新希望 就是說年輕人 如果你有改善社會的一個報復 其中有一個可能性是去成立 或者是加入一個非營利的組織 這個組織努力去突破現狀 我國非宗教的非營利組織 有一個組織 我認為是非常成功的 叫董事基金會 董事基金會是基於他們所敬愛的 一位先生肺癌過世 然後他們堅決的相信是抽菸的 造成的 他是一位老煙牆 所以就發動了很多人 來倡議禁煙 那有一段時間是很受挫折的 因為抽菸也是一種人權嘛 所以會跟另外一種聲音對立 但是他們很巧妙去把訴求變成 不可以製造二手菸 你抽菸我不再那麼堅決反對你 你抽菸就抽吧 只是你不能讓人家抽二手菸 然後他們很巧妙從家庭裡的太太跟女兒 回過來要求爸爸 到現在我們台灣可能是亞洲抽菸率很低的一個國家 甚至去立法 讓很多地方不能抽菸 所以在不違反人權 還是想抽菸的人今天都還是可以抽 不過已經把會危害別人降到最低 這樣的一個發動 其實當初也沒有立法 也沒有很多的錢去支助他們 純粹是一群人的發心發想去做